大家好,欢迎来到吃油青岛 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年底 青岛的12个景区免门票向市民级游客开放 这12个景区呢,其中就包括海产博物馆 也就是水族馆 今天呢,小编就带您去看一下 小编来到青岛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 以前只是经过,今天呢,还是第一次进入青岛的水族馆 这是水族馆的大门,我们一起进入看一下 水族馆里大量展现的是水母 如果你带孩子来的话,可以让孩子和自己一起学习 可以掌握一些关于水母的科普知识 这是大西洋的金黄水母 有些东西,本这是不许的一种银绑识吗 都是不许 released的 都捷共一人带我们下回了 这条的主要是房で循玉 紧融举片,类的花去宿 而年轻人来到这里的话 除了就是看一下 最重要的还是要拍一些照片来打一下卡 水族馆里还有很大的海龟 我们在网上参加免费预约之后 我们一共可以免费的游览五个馆 接下来我们就前往第二个馆 也就是海报馆 海报馆里还有海狮 海报和海狮的样子长得差不多 很多人分不清他们的区别 在馆里还备有一些科普的知识 跟我们区别他们 海报和海狮呢 看起来都是萌萌的 他们的智商都非常的高 孩子们见到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我们下期见 海豹馆里还有萌萌的小企鹅 结束完这两个馆的游览我们前往第三个馆 这第三个馆的入口就是在青岛海底世界的入口 验票之后呢小便进来了 这个馆就叫海洋生物馆 接着往楼下走 斐鸡熊 接下来是第四个展馆 金馆 接下来我们去金馆 结束第四个馆的游览 我们要从原路返回 也就是返回到海底世界的入口的对面 这是今天我们要游览的第五个展馆 淡水生物馆 也是免卖票开放的 就是看下来 你们看到这个馆 我是说啤酒 还有一点 那么有点 这次的馆 有点 水 从不过来 这次的馆 5个 吃 吃